第二 是深重不如罚处 负责人多次提出批评帮助无效 是否可以签单 这个事情都不要问我 为什么呢 都在你们的公约里都定了 你们有赠承 有归约 如果你没有这个赠承 没有归约 那这个事情 你们自己 以你们的智慧去处理 这个就对了 样样的活发嘛 佛门里面 有常住 公有 除了戒律之外 日常琐碎事情 戒律里都没有明文规定 方丈住持 每年 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都要把这些归约 跟常住大众 像开会一样 来检讨一下 有没有修改 没您都要做 这个关于规矩 没有规矩 你的团体生活就乱了 所以这些归约 如果是新道场 多看看 别人道场里面 是怎么规定的 他那个道场定的 不见得适合我的道场 我们可以用他的做底本 来写加以 修定 可以用的 我们采取 不是用的 我们删除 我们自己有的拿学 可以能做补充 那这样就 就没有问题了